嗨 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来到红桌鱼的信息说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日本GF6公开赛的东大TOKEDO对战怒鸟的比赛 好了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中 现在是东大TOKEDO对战怒鸟的比赛 TOKEDO现在用的是KEN 怒鸟用的同样也是KEN 世界第一KEN 对战日本最强KEN TOKEDO现在想先发力了 成功地打掉了怒鸟的四哥的体力 怒鸟准备跳出来 但是没出来 还是被东大TOKEDO再次关注过一顿爆炸 看来东大又先开张了 我啦 漂亮 今年的13连反边压制 拿到了TOKEDO胜利啊 OK 我们回到比赛中 现在的对局 来自于东大TOKEDO对战怒鸟 谁先开张 这是一个悬念 哇 怖い 大色中鸟没打到 这边各党成功对方绿重压制 中鸟都为世界最强恳 那大家都明白他的实力了 东大实力也不用再多啰嗦了 但是东大有一个现在一段啊 吃物比较多 不是很稳定 好 扔进去 我们来看一下东大在这一灯 把回就不像上灯那么稳定了 哦 后 回避 对方了 呐 哇 反击了 哇 反击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一个反击手段啊 反击的选择凉了 好 看一下东大的快乐 持续了一灯 那么第二灯就被弄鸟摆回去了 弄鸟现在现在是3气直接输出去 打掉对方的四哥的体力了 三气车打完之后 东大很疼啊 现在轮断东大 开始抓机会了 就直播到东大 哇 又上去了 这是什么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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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继续来看比赛 这里蹦棒 打一个tounter 还有机会的东大 至于东大而言 收上三气能量在手 只要再给他一个大破绽的机会 他就自己把弄鸟的血量给他收割四哥 现在不着急 时间还有60多秒 弄鸟也不急 我就慢慢给你来拉扯 力回 再消耗对方的斗气 抬头一次 双王还是出一个试探啊 差一点 弄鸟现在没斗气 东大趁他病 直接放蹦放 黑板 压制到板边 机会来了 这波中大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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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跟怒鸟处于一个中场搏一顿 这个蹦放没什么效果呀 这里的起跳是没有效果的 怒鸟是负责了自己的圣龙 来看看怒鸟再次角落里头没活动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来对TOKEDO对待怒鸟 加油 来 再次准备 在哪里 我们推开 又是一波 出不来了 怒鸟出不来了 再来一个头 啊 太头了 看来怒鸟要选了 谁输了谁继续败者 谁输了谁继续败者 我们继续到平台战斗 现在是来对TOKEDO对战怒鸟 东大 围观测躲了 出不来了吗 想跳 跳不开 关键是还是要独一把 不要太流刺猿了 量器对着量器 大脚开出 对抗血刃 好 又是在东大这边 好招就偏差 一波带走 东大 2比0 把怒鸟打到了败者 败者组的冠军战开始了 怒鸟对战默契 OK 来看一下败者组的决赛 开始了 谁赢了 谁去打东大 2比0 争夺最后的冠军 好了 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的是J86 日本明星邀请赛 左边来自于中东的弄鸟 右边是来自于日本的MOKI 日本第一春丽 对战世界最强狠 这两个角色也是揭霸了元老角色了 这两个角色也是揭霸了元老角色了 从有揭霸对战游戏开始 他们两个就每一座都登场 没有 从来没有缺席过 揭霸体力的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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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的力打完之后退飞 对家压起战争跳 再压制木鸟拆头 可惜啊 这是个骗 骗拆头之后一波带走 太强了一气朝上 行人流水啊 强二局强二局啊 这个春丽是应该说世界属于世界敌春丽的 世界最强 对战日本最强春丽 摩凯现在越战越勇啊 前面淘汰了十一王 现在他来对战的是 号称世界对战肯的怒鸟 来对阿联酋的Andre Bird 怒鸟下中角摸到了 摸到了就是狮龙带三切 在波打满之后 血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啊 已经还有不到三个的体力 春丽危险 但是怒鸟也不敢掉情 毕竟里面还有机会 哦哦 这都行 长方周期都不是很多 强者都已重锤 再次飞一个头 木鸟也亮能了 莫克的快乐也只只剩了一灯而已 这个小鸟也不敢掉 真的是世界对战肯 刚才这个进入房的时候 又是一个缺乏连 但是这个伤害是有修正的 没有那么高了 鸟鸟起身 奥地生龙赌一下 赌对了 G86有时候真的是要赌一把 他都打得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比赛 来对鸟鸟的生龙确认 成功 成立还是要跟对方打擦盒 哎 头没擦盒被成功 这里情况长 天地一直摸 一冲 时间还有六十来秒 对于状况而言 都有机会 尤其是成立 手上掌握三七资源 他只需要一个机会 就可以直接上三七资料大了 啊 对啊 连续两个活乐 现在成立就用站中拳来抢刀 哎 顺拳 前前头 好多水 现在 哇靠 成立出七公掌 但是用超大飞上去了 又离啊 两个 对冲取消 再派确认 操杂 玩太滑了吧 这个确认能力 哦 这个确认能力 不愧是世界级春莉 对冲取消 世界队枪可能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哇 天哪 怎么办 来看一下春莉现在还 掌握场上 血量上去的就是 怒鸟有点危险 到底魔可以能不能乘手拿下 怒鸟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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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不对 春莉现在被困厕 火锅 怒鸟现在还在找却沙盒蹦蹦 漂亮 这个沙盒打得非常的火感 好了 机会在了 但是 小心春莉 完了完了 春莉还有三气 还有两气 赢了 消耗自己的所有的斗器 直接胜中带走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中 怒鸟现在手上亮了一灯 但是 对面的赛点局啊 世界队枪开又被对方下中角缺反 好 好 赢了吧 全球 冲进去了 显到新队 对幕奏 对方 好 好 我们大力 来 好 对 好 好 对于这种局面的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 现在是怒鸟对战莫击啊 这个风格打完之后 我们来看比赛 来对怒鸟的 对战莫击的 对战莫击的成立 对战莫击的成立 好 加油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 现在来对怒鸟和肯定战莫击的成立 谁能先抢到赛点灯 这是一个悬念了 就是个金房 破了地方的绿冲压 成立用自己超快的 战力的清拳中拳 想到被晚了 接跳跌了有啥呀 鸟鸟赢了 抢到赛点灯 到底谁能笑到背后 让我们接下来 关注一下双方的一个发挥吧 哇 哇 这个霸击尼别过了一种 弄鸟拆投了对方的投机 啊 打 肯定抢着能力 不遭都让村莉的 战力中拳的 我们来看 再次抢投一个 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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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莫击输了 都行鹿鸟进击决断 鹿鸟在 鹿鸟在打 东打 超击朵 真牛逼 世界最强肯 真牛逼 给他点个蛋吧 鸟到 鸟 鸟 鸟 得更好 出责了 对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